灵命日良事工製作 《灵命成长的52个好习惯》 《熟灵习惯》第21篇 《避免以利亚症候群》 不知你曾经有没有感到 洩气、沮丧 身边没有人能给你鼓励 你又有没有曾经幻想 以利亚症候群 这里先和你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个55岁的中年妇人 在她居住14楼的住所跳下去 她在跳楼前的几分钟 她见到一名正在鄰近大楼 清洗高楼窗户的工人 她还面带笑容 跟她布尔薇笑打招呼 而那位工人也微笑向她问好 但当工人转身之際呢? 这个妇人就跳楼自杀轻身 而有人发现这个妇人也留下一封遗书 她说 我再无法忍受多一日的孤独寂寞 我的电话从来都不响 也从来没有人写信给我 我根本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住在她对面的女士 就告诉记者听 哎呀我真的很希望自己早知道她是这么孤独寂寞 因为我也是这么孤单 其实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当中 我们周围都正正有很多经历着孤独绝望的人 无论是有身份有地位 或者直直无名的人 都不能够幸免于孤单的侵杂 有时候就连属上帝的儿女 在人生旅程中也会经历孤单 那究竟为什么叫做以利亚症候群呢 其实以利亚是旧约时代 一个最突出 最戏剧化 最有能力的先知 她曾经叫雨水亭子 曾经当面挑战君王 曾经叫火从天降下 曾经下令处决想百名的假先知 还曾经准确地 预测历史三年干刊终止的时间 而在《新约雅各书》五章十七节 我们会读到 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她亦曾经经历孤独和绝望的时刻 但以利亚做错了四件事 将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向绝望的境界 首先 她让自己身需力竭 精力豪尽 第二 她的情绪伤心激动 第三 她的心灵没有转向 并且投靠上帝 第四 她将自己隔绝于众人之外 最后 她去到荒野里面的一棵树下 向上帝哭诉 并且这样说 要我说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我一心只想求死 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幻想以利亚症候棍 也有没有曾经这样转向上帝 让我们看看上帝如何在以利亚面临危机的时候 满足她的需要 在身体上 上帝赐给她营养和睡眠 在情绪上 上帝彰显她的同在 并且给予她鼓励 在灵性上 上帝劝告她 再次坚定地跟随她的脚步 在社交关系上 上帝告诉以利亚听 还有一带群属于上帝的子民 可以与她同共团契 并且给予此鼓励 其实上帝都要满足你个人特有的需求 若你想靠自己一个人来过德性的基督徒生活 是不可能的 在《加拉太说2章》20节 告诉我们 唯有靠着耐住基督的能力 我们才能够经历特性 而当两三个上帝的子民聚在一起 他的同在和大能就更显然而见 就将你孤单和气馁当作一股动力 重新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不要再坐在住梦的树下 主耶稣应许要尚与我们同在 他也乐意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而你也不会再感到孤单 最后很盼望你能够确保自己 一路和属上帝的子民有团契交往 不要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中的考验 而我们也要和他人 一起为彼此的需求和忧虑 互相代讨 和基督的肢体一同经历上帝的工作 基督徒得胜的生命 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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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